三集警戒之下 从5月下旬开始 小学生停止到学校上课一直到暑假 不过偏乡的孩子真的有确实在学习吗 因为儿福联盟他们从服务中发现 弱势的儿哨他们的数位学习落差 正持续扩大 有不少比较弱势的孩子 他们家中没有网络 没有平板电脑 或者是因为没有人在他身旁陪伴 导致他的学习意愿低落 干脆就不上学了 另外也有社福团体发现 部分脆弱的家庭 他们没有安静的学习环境 或者是家长根本没有能力 跟孩子长时间相处 这些都会成为孩子学习的障碍 严重的话 还可能会成为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的黑暗期 外处偏远的奥迪国校 小朋友人手一台电脑 学校超前部署 在疫情尚未严峻时 就训练老师学生习惯线上学习 然而这样的成功学习状况 在此时此刻 并非彻底能在台湾的每一个片乡执行 描迪县的海保国校 小朋友在疫情期间 依旧来到学校 就是因为有很多孩子家中没有网路 而福联盟针对了台湾303所 偏乡小学做出调查 发现有60.7%的学校 需要外界协助3C设备 有53.1%的学校 需要网路协助 而其中有三所学校 更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儿童 因为家中没有资源 还是得去上学 而除了硬体设备 社福团体更发现 严重的是家中照顾者在陪伴上 也出了问题 不少家庭跟面临了 家长根本没有经验和能力 长时间和小朋友相处 就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学习 因为防疫也提前发现了 台湾转型数位学习的难处 也让人看见 若是孩童的数位学习落差 正在持续扩大 华视新闻 庄宇杰梁洪志台北报道